人民就是江山。上周末美国休斯顿的老朋友来讯拜年,并弹集异常寒流天气习德州。冰封大雪冻雨带来极低温。冰封积雪严重地损毁了残旧失修的电网系统。整个德州已经失去了四成的发电能力。天然气景、管道、锋利涡轮机都被冻结关闭。 同样,德州居民在家中没有自来水,或只能间歇性地获得饮用水。缺水断电,当地人生活在煤电、煤水、煤熟暖的零下低温环境里,叫苦连天。老朋友说,有居民发布照片在社交媒体上,看到冰柱从吊扇上垂下来,水龙头的水结成冰柱,马桶里的侧水变成冰块,屋子里的水管结冰而破裂。 居民只能躲在没有变黑暗而冰冷的房屋里抱团取暖。也不知是要等到风雪停了还是电网被修好。春天的暖和日子真的是遥不可及。 官员说电力系统的损坏是40年来最严重的,而重启电网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相关的连锁效应越来越厉害。 整个德州的2900万人中,有超过1200万人家里,没有自来水。多家医院说没有水,近30人应寒冷而死亡。而估计还有更多的人死亡。他们的尸体尚未被发现而已。 又说,在2011年,也类似今天的极端寒冷天气,导致德州社会大混乱。民生设施大崩溃之后,负责该州九成电力的电力管理委员会缺乏准备。 没有听从联邦警告,加紧修理和设防,以保障电力核熟暖系统,以确保德州主要依赖天然气的能源基础设施过冬。 德州一个5000人的小镇科罗拉多市,便特别痛苦不堪。 那小镇的市长,就在这大混乱之际,气任辞职不干,更在脸书上大土苦水。 表示受不了,镇内市民不断地抱怨市政府,抗灾不力,为由拯救他们,于冰天雪地的饥寒之中。 市长说,每个家庭,要自己选择,沉下到水里去或是游泳到岸上去。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,救济帮助并不是政府的责任,并说这城市,没有欠你们什么,只有强者才能生存,弱者就会被淘汰掉。 你们要动员自己,想办法照顾好你们的家人。 上帝给我们手脚工具,正是为着在这样的时候,来帮助自己的。 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,人们才会依赖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如水、电和舒暖的。 我问,德州是美国的能源大省,盛产石油和天然气, 休斯顿和墨西哥湾区都是北美洲的能源生产、提炼、储存和买卖的中心。 在这里能源公司的势力可敌国,政治力量都掌控在能源财团公司的大老板手里。 一切公共市政民生社会上的服务,都被外判给服务公司来提供,市民直接向市场付费。 那政府还要干些什么呢?能源市政服务、医疗、交通、住房等等民生的需要,都被市场化。 从头到尾,都是以资本利益为唯一的出发点。 那么社会的公益是否也就和财富挂钩的吗?也就难怪在这国家控制病毒疫情是那么的困难。 朋友说,对的啊,疫情爆发以来,各国各界都嚷着要检测、要带卫生保护装置、要挡疫苗、染病的要住院吸氧气、测试剂要钱的、口罩要钱来买的、注射疫苗要钱的。 住院更不用说,是费用昂贵的,每一个环节都是要付费的,但有谁问过钱从何来?由何人付费? 在这个资本主义为上为荣的国家,有钱便有命,没钱便等死吧。资本主义的极化便是富者欲付,贫者更贫,及富者主导政治权力的分配。 贫穷的只有继续地配合,挨打求生存,及富的特权阶级,不断地支配政治,利用权力来巧取豪夺,包括合法的制度性夺取,和非法的潜规则夺取。 而总体的人民、群体利益和社会保障,便成为茶余饭后的咖啡,一个财阀当政。 人民贫穷的国家,统治阶级的福报也非常有限,只是过眼的云烟。 顶级的人们愈富有,他们的罪孽后患也愈深重,恶果恶报也会接踵而来,沉重的怎么逃也躲不了的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,人民就是江山,江山就是人民。